至于国际焦点先来关注的是乌俄战况了 乌东战况激烈亲俄官员声称 瓦格纳佣兵团已经拿下了巴赫姆特高达70%的面积 主战场也慢慢的往西移动 现在还发现西方援助的M113装甲车 遭到俄军战围己有 甚至还拿来攻打乌克兰 俄罗斯BM30龙枕风火箭 每一枚长12公尺 破坏力惊人 对着巴赫姆特发射 炸到什么都不剩 也难怪俄罗斯指派的 顿戴茨克州长 第一次进入巴赫姆特 左看右看只有废墟 号称城市四分之三被瓦格纳掌握 还看到西方军援M113装甲运兵车 被俄罗斯拦截据为己有 俄罗斯从东边押近 主要战场渐渐往西 但乌克兰还没放弃 登上最高点 看到敌人就开枪 俄罗斯部兵从早到晚进翻 巴赫姆特不几些 还有被切断的危机 烏军继续打 但平民可待不下去 越来越多巴赫姆特人 往西边后撤 来到查西夫亚尔 但这里状况也不好 抬头就看到俄军燃烧弹 爆炸白烟 查西夫亚尔火药味 越来越浓不宜久留 有些平民继续逃 路线之一是前往地涅波罗 来自马里乌波尔的难民 把地涅波罗文化中心 当作避难收容所 还有人从靠近巴赫姆特的 苏勒达尔过来 而二无之间难得传来好消息 最新一批换球 双方各释放大约一百人 回家的很多都是乌克兰女兵 换球管道保持畅通 只是乌克兰和邻居 白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恶劣 白俄罗斯总统当面向俄罗斯防长萧伊古 要求协防保证 引引来猜测 卢卡申科是不是准备 让白俄罗斯军队正式加入战局 TVBS新闻最后报道 再来关注的是美国五角大厦的 机密外泄案 遭到外泄的机密档案有超过一百个 都被上传到了像是推特这样子的平台 而这也是从2013年危机解密事件之后 最严重的国家安全疏漏 不排除泄密者是美国官员或者是亲俄分子 那么除了有乌克兰秘密战情被泄露之外 还包括像是美国CIA监听盟国 南韩跟以色列高层的事情 也都被摊在阳光下 而且除了南韩跟以色列之外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成了被监听的对象 现在这些机密全部外泄 也害得乌克兰被迫要调整大反攻计划 CNN大篇幅报道 美国机密文件外泄案 乌克兰战情被看光 现在都被迫调整反攻计划 接着最高机密的文件 最早一个月前就曾出现在社群网站 文件外泄的时间集中在2月中到3月初 CNN检视当中的53份档案 也惊绝案情不单纯 因为早外泄的文件 不只有美国国防情报局 也有来自美国中情局 国家安全局 还有国家侦察局的机密 讯息内容除了涵盖恶务战争 还有美国对重要盟友 像是南韩和以色列等的情报搜集 纽约时报报道 文件中揭露CIA窃听南韩高层 内容包含 南韩担心美国将施压 他们提供乌克兰弹药 北国国防部长紧急致电 南韩防长厘清 南韩总统府办公室也发声明 否认被窃听 另外以色列高层也是被监听的对象 现在恐怕让陷入 思改争议的总理 纳坦雅胡更坐立难安 由于部分文件写明 不得与他国分享 初步怀疑 泄密者恐怕来自美国 应该是内鬼所为 白宫说还不清楚 有多少文件外流 对抓内鬼一事毫无头绪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研究资讯站的教授认为 这样的情况非常严重 美国从2010年起陆续发生 四起重大情资外泄案 冲谋陆军士兵孟宁 泄露外交电报 到2013年的使诺的事件 以及2017年外泄CIA和NSA的 骇客工具等等 由于这次外线内容 包含成员间的具体对话 若消息属实 恐怕令相关情络人员 陷入安全风险 不过美军退降认为 这次的外线内容 部分遭到刻意篡改 目的似乎是要散播假讯息 只怕媒体若错误解读 又会酿成二度伤害 另外CNN报道 从泄露的文件似乎也透露 美国一直在监视乌克兰总统 德伦斯基 当中提到 德伦斯基曾在2月下旬 提议用无人机 协击俄罗斯东南部的 罗斯托夫州 CNN分析认为 这也是为何美国迟迟不提供 乌克兰长城武器 主要还是怕乌军 真的拿来打俄罗斯境内 让战事扩大升级 与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